鬼灭之刃游国篇 舵鸡对于美的追求可谓执着 鳄鱼太太为了体现这一点 特意给舵鸡的脸画上了美丽炫目的花纹 舵鸡在成为鬼后也比人类时期更加美艳 穿着也很好的展现了舵鸡的身材 细心的绅士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张图 没错 就是舵鸡为什么不算胖子啊 只有一根带子这样看起来很色气啊 你们肯定是这样认为的吧 抱歉看错了 不过仔细一看 这点布料也真的太少了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舵鸡她是个时尚达人 因为西洋内裤属于舶来品 直到大正时期还未普及 而这个时代的女性穿和服 会用一块布缠在腰部名为腰卷 不同于立体式内裤 腰卷是平面围上去的 相当于没穿 腰卷的结构复杂 穿脱很麻烦 再加上和服下摆通常很长 可以包裹得严严实实 所以花魁绝肌都是不穿胖子的 那么舵鸡到底会不会接客呢 舵鸡出生在吉原花街的平民窟 吉原花街是江户幕府特殊规划的红灯区 地址其实不在江户城区 而是在郊区 当时大约有300家店 直到昭和33年卖穿防止法的出台 才落下历史帷幕 难以想象那个时代的人口贩卖价格比商品还要便宜很多 举个例子 当时的纸张是贵重品 纸线回售价是200文 而最便宜的仓记 叶英只需24文 相差八倍之多 卖入花街的游女大多因为贫穷需要接客养家 舵鸡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低等游女没有拒绝权利 是客人出钱就可以随意挑选的 在舵鸡出生时便死于梅毒 因此哥哥为舵鸡取名为梅 这个脑贿禄真的是很惊奇啊 人类时期的舵鸡因为从小就生长在吉原花街 所以自然而然的也成为了游女 不过好在舵鸡自有便有着弃压成人的美貌 因此也被老板相中当成花魁来培养 而哥哥继扶太郎也辅助妹妹成为了收战人 日子过得还不错 但在13岁时 舵鸡因为不愿意顺从一名武士 用自己的发拆戳消了武士的眼睛而被出于火刑 后来舵鸡变为鬼就一直潜伏在花街从未离开 几百年来一直以鸡为一名营业 而鸡在日文中一般是公主或者大小姐的意思 是对贵族女性的美称 舵鸡在人类时期虽然有着近人的美貌 可却卑微地出生在花街 鸡鸡无名的他从小就渴望得到更多的关爱 但天不随人愿 他人生的终点却是被活活烧死 容貌尽毁 假如舵鸡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应该会备受疼爱像公主一样长大 所以舵鸡在作为鬼重生时 才会这么坚持用鸡这个称呼 代表着他就是高贵的公主 而舵鸡和鸡的日文发音非常相似 也都是舌仙美人暴虐无道妖精的代表 花魁作为花街特殊的存在 是花街中地位最高的 吃穿用度十分讲究 装扮和住处也都非常的精致和华丽 一般来说 花魁都是先从突做起 慢慢进生 突就是跟在花魁身边的小女孩 一般是家境贫穷 又年被卖入店内 一边学习记忆 一边伺候花魁 因为等级制度和晋升关系 突的处境一般都不太好 都是要看花魁的脸色形式 除非是跟着像李下那种善良的花魁 在突里相貌不错的孩子 会被老板当成重点培养的对象 到了15岁时 升级为镇秀新造 陪同花魁一起见客 卖艺不卖身 直到17岁时才能正式接客 花魁不但要学会茶道 乐器以及花艺等端雅的传统知识 还要掌握从容的气度 与高雅的谈吐才算合格 按此推算 人类时期的舵鸡应该是没有接客的 而已经成为鬼的舵鸡 作为花魁是会接客的 不过花魁接待的客人 都需要通过老宝的三次洋屋测试 是真别 洋屋就相当于一个高级会所 去洋屋的这段路就是著名的花魁游街 身穿重达30斤的衣服 脚踩20厘米的木鸡 不过这对于舵鸡来说应该都是小儿科 客人必须通过三次买酒或者宴起游女 来展示自己巨大的财力 第一次见面只能看看 如果双方都满意 便可以再次见面进行简单的交谈 获得花魁的认可后 第三次上门才能成为花魁的客人 这里是沃龙先生的住处吗 一个字 绝 一旦成为花魁的客人 就不能选择其他的游女 若是喜新厌旧 则需要支付数额不小的脱身费用 如果花魁不满意客人 还可以随时结束服务 可以说花魁享受到的是女王级的待遇 男人们的宠爱汇聚一声 喜欢他的客人越多 舵鸡的幸福感也会增加 这会让舵鸡十分受用 舵鸡在藏匿的一百多年里 应该接待过不少客人 这点从他为店里贡献的营业额可以看出 舵鸡一直以来都是游锅最受欢迎的花魁 男小的男性看到舵鸡的美貌会激动到晕倒 被他朝着耳朵吹气的客人 也基本上都会失敬 所以舵鸡接客并不需要做什么 光是演绎就能让客人得到满足 加上一点悄悄话就能原地升天 而且他还十分享受着自己的工作 常年混迹于花街的老油条舵鸡 暴露的可能性大吗 首先舵鸡一直都在通过不断的变脸 来伪装自己的年龄和来历 漫画已知的形态就达到五个之多 舵鸡变为鬼的时候只有13岁 萝莉变郁姐不得不说花街的伙食真好 舵鸡一般只会在一个店里停留几年 等到店内的孩子吃的差不多了 应该就会选择离开 再到下一个店就职 其次就是能真正接触到舵鸡的人很少 舵鸡在对待客人时用的都是营业笑容 没有明显的特征 所以在客人面前暴露的可能性是零 虽然花街里一直都有着歪头杀恶女花魁的传闻 但是他平时经常接触到的人大多都是秃 其他的游女们也不会多管闲事 所以他才能够舒服的待在花街一边溺食 一边享受着纸醉鸡迷的生活 舵鸡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女人呢 难道是被同谋传染了 当然不是 舵鸡是不会对金主下手的 其余的男人也都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绅士 如果平凡失踪 势必会迎来警察和鬼杀队的注意 而且绅士在舵鸡的心里都是丑恶的 肮脏的 就像当初害死舵鸡的武士一样 对美有着相当执念的舵鸡是不可能吃的 选择女人就方便多了 花街最不缺的就是作为商品的女人 没有人会在乎一个商品的死活 游女们需要严格遵守游过的规定 不得随意进出 一直以来大家都对游女违反规定逃跑的现象见怪不怪了 所以舵鸡使用游女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只需要一本假日记就可以搞定 一般舵鸡对同时期辞职的花魁 基本上是一个也不放过 花魁作为最好的商品 从小就开始保养 不可以使用任何对肌肤有害的食品 要泡花半早衣物也要熏香 身体更是每天保养 长期下来造就了一副香肌玉体 这样的食物你不心动吗 再加上把竞争对手吞噬的满足感 让舵鸡把花魁当作首选 不得不说舵鸡还真的是很会享受呀 不穿胖子的花魁姐姐你们喜欢吗 如果对舵鸡这个人物有什么新的见解 希望你们留言告诉我哟 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到的 只有你们的鼓励 才是我一直更新创作这一系列的动力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